以及今次的大家所謂的營起 我又覺得不算是全營起 因為裡面有很多 大家要想心一點 心思乎你真的要仔細一點計算 因為你以去年全年業績 是賺7300多萬 現在它跟你說是賺3.5億 但中期其實已經賺1.6億了 但你計算 它裡面有提過 它有些減值的撥比 是因為去年有做而今年沒有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只是說去年和前年變化 那裡有2億多 那數字只是會計制度 會不會是這2億多 而放回今年呢 所以它沒有說過收入有大幅增長 因為我們看一間公司 有時候看看收入會不會有大幅增長 它沒有提到 它就說控制成本 是 有些租金減免 這些都是屬於短線 所以這個基本因素是否很強 我就不覺得是 而變相我就對於 可能大家樂今天也算是有盈起 股價可能會上升 但就未必會令到整個板塊 都很明顯有資金流行 不過是否還能落石 就算不定是 就算不定是 這個步驟 你會選擇的 你會選擇